NLP专业执行师 各位朋友 大家好,我是蔡明廷 今天这一讲我要跟您分享的是 我在这一个NLP专业执行师的这个课程 你要如何来看我们这些录影的内容 那我也要让你知道说实际上在课程里面我会教什么 课程里面像一些什么NLP的历史啊 包括什么是NLP这些 因为我不会再浪费你的时间来课堂上听我再重新再讲一次 所以你要到我的录影课程里面去看 假如你没有兴趣那也无所谓 你等到有一天你已经很熟了你再来看 这一个网路上的开放课程 你有一年的时间你随时可以回来看 那再来 在英文这个部分 名字解释这个部分 有不同的见解跟争议 虽然我的英文发音不太准 但是我还是会尽量用英文来跟你解说的 或者是说中英对照 让你比较好查询比较好做 再来 所有的我在讲的课程里面 我希望的就是说 你是课程之前 你就先看过录影内容 然后呢 你就是在课程里面 就你 在录影里面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来讨论课程里面 我们就是做实物课程的技巧的探讨 跟那个教学 那我希望说这样子 我们把这些知识的传说的部分 我们拿掉 大概可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那我们节省下来的时间就是多教一些技巧 跟多做一些疑问的解答 好 那么你在我的讲义里面 你还可以发现说 我有提供一些参考手册给你 你不见得要看 就像以前我在学校教书一样 我一定会 除了主要的教学的书之外 还会提供一些参考书目 那么相对性的 你就看看吧 好 还有在NLP的策略这个部分 在Scope Model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要谈到比较细 所以在我的专业执行师的课程 这部分 我只讲 但是我不教很详细 因为譬如说 策略这个部分 实务上要把策略这个部分 教到完全懂 像我在美国来讲 我是上14天的课 好 那我不知道 我能够在几天里面 让你学会 所以 像这个部分 我就是大概介绍一下 我不会很细的跟你讲 因为这没办法 要实务操作才可以的 那Scope Model 我是放在高阶这个部分 因为 Scope Model 我不希望说像有一些 把他拆掉 然后把他讲的那个 好 因为我希望是整体性的来讲 好 那催眠这个部分 同样的 会有专门的课程来讲 因为包括你像 Robot Diaz也好 Richard Bender也好 其实他在催眠这个部分 都只是教一些 简单的催眠技巧 不会教到一些比较深入 像尤其是 Madin Allison的这个部分 好 那么时间线这个部分 我们会分两个阶段 在专业执行师这个部分 我教的是基础的 时间线的 那么 假如对时间线有兴趣的人 或者是时间场域的技巧 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来专门在上 时间场域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牵涉到 我把疫情 把老庄的哲理 把它加进来的东西 包括要谈到五行 谈到阴阳变化 那么 就会花一些时间 所以这个部分 也是在另外的专章来讲的 那么另外的部分 就是比较深层次的部分 就是说 所谓的深层次 就是说 譬如说 像Logilever里面 有一些谈到一些调整 那个部分 基本上 你在专业执行师里面 其实很多人学完之后 他还是一知半解 那么这个部分 就是在专业的工作坊 我们会跟朋友介绍 这个就是 大概我的课程 跟你分享的东西 谢谢 拜拜